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I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的雪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可爱的小青蛇 阿斯克 我们今天跟蛇真有缘 你看 这里有条可爱的小青蛇 哇 好漂亮哦 全身绿绿的 肚子黄黄的 别靠太近 说不定有毒 你放心 青蛇是台湾树林中 常见的无毒蛇类 它用这种姿势 攀在树枝上睡觉 你看 像不像早餐吃的油条啊 绿色的油条 好玩好玩 动物对讲机借我 我要跟它讲话 好好认识认识 借你可以 要说请 哦 我忘了 请借我 谢谢 这样才礼貌 有什么好玩的事 回来要告诉我 好 冬天的雨下真久 终于放晴了 赶快趁机活动筋骨 出去找点东西吃 让我先抬起头 看看四周的环境 再吐吐舌头 就能知道美味的食物在哪里 嗨 你好 青蛇姐姐 你身上有番茄的味道 不 外星人的味道 我是阿斯克啦 想来跟你聊天 请教一些关于蛇的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 我小青蛇最喜欢爱问问题的小朋友了 请问 你为什么要 一直吐舌头呢 因为我在闻气味啊 人类用鼻子闻 我们蛇用离鼻器闻 所以要一直吐舌头 让空气里的气味分子 透过舌头送进嘴巴里 当气味分子经过上额的离鼻器的时候 就能辨认气味了 哇 好专业的答案哦 看来今天问对人了 谢谢夸奖 肚子好饿哦 走 陪我吃点东西 我们边走边聊 好 这边请 准备下树 找猎物吃咯 小心用脚才好 不然树干会滑哦 我又没有脚 对不起 我只是突然忘记 没关系 没有脚 我也照样走得很好 你看 我腹部的鳞片能抵住树干 然后左右摆动 身体就能灵活地前进 从树上安全地爬下来了 好厉害哦 好像特技表演 不止这样 我们用鳞片移动 比用脚走路更好 嗯 为什么呢 因为鳞片很光滑 可以减少和地面摩擦 发出声音 所以我们可以悄悄地移动 偷偷地接近 也不会被眼前的猎物发现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要叫iBOX帮我装上鳞片 学青蛇小姐扭啊扭啊上前进 嘿嘿嘿 我看很困难了 因为除了鳞片以外 蛇的移动还要靠全身的脊椎 肋骨和肌肉来帮忙 我问你 你能像我们拥有250节脊椎吗 这么多啊 人类的脊椎只有33块 这就对了 所以啊 要像我们灵活地扭来扭去 是不容易的事 等等 我感觉到有东西靠近 我也听到 波动草丛的声音 到底是什么呢 糟了 是眼镜蛇 快逃 嘿嘿 我爬得比你快 看你往哪儿逃 怎么还没抓到猎物 就先遇到眼镜蛇 天空上有只大老鹰 为什么抓我 不抓他 我不甘心 好险哦 谢谢大老鹰 把凶狠的眼镜蛇抓走 不然眼镜蛇一定把你吃掉 哼 有什么好谢的 那些老鹰跟眼镜蛇一样凶 都算我们青蛇的天敌 要不是眼镜蛇刚好在这 那只老鹰照样把我吃掉 可是 为什么老鹰喜欢眼镜蛇 而偏偏不喜欢你呢 不是喜欢不喜欢 是我身体的颜色很像草 老鹰没看到我 只看到眼镜蛇 这是我的保护色 你懂不懂啊 哦 原来你全身漂亮的翠绿色 是为了保卫自己啊 咦 那大老鹰没抓我 是因为我的番茄头 也是绿色的吗 有可能哦 所以快别谢什么大老鹰了 谢谢自己的大头吧 嘿嘿 终于可以来吃大餐了 我闻到前面有我爱吃的蚯蚓了 看我的厉害 冲啊 真好吃 厉害耶 连土里的蚯蚓都捉得到 那是因为刚下过雨 蚯蚓和土里的昆虫会从土里钻出来 我只要用尖牙咬住 拉 就能吃到我最喜爱的食物了 可是 一条蚯蚓才这么一点点 够你吃得饱吗 我的胃口不大 吃饱这一餐 就够我度过好几天了 真的吗 我记得有句话说 贪心不足蛇吞象 你们蛇类不都是大胃王吗 这句话太夸张 有些蛇会吃水鹿或小牛 但是吃大象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 你们吃东西都不细嚼慢咽 要全部一口吞下去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牙齿往内倾斜 咬猎物的时候 能够防止猎物松脱 但是不适合撕咬咀嚼 而且 你看 突然嘴巴长这么大 吓了我一跳 我们上颚和下巴间的关节 有像橡皮筋一样 有弹性的韧带 所以嘴巴能够张得很大 再加上我们的胃消化功能很强 连动物骨头都能消化得掉 所以不用细嚼慢咽 就能把猎物整只吞进肚子里去 原来是这样 诶 奇怪 刚才明明好好的 现在怎么变这样 怎样 你盯着我看 怎么了吗 你的眼睛变得雾雾白白的 好奇怪哦 哦 那是因为我快要退皮了 吃饱了 跟我回树上休息 我再慢慢告诉你 嗯 太好了 又到了换新衣服的时候 这表示我又长大了不少 你刚才说你要退皮了 为什么长大就要脱一层皮呢 好奇怪哦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我们蛇类的鳞片没办法跟着身体长大 所以才必须退皮 把旧的鳞片脱掉 换成比较大的鳞片 可是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你们退皮的时候眼睛会变得那样白白的呢 那是因为我们蛇类的眼睛上面也有一块透明的鳞片 所以要退皮前会渐渐变成白色 然后跟着其他的皮一起脱下来 眼睛也会脱皮啊 好厉害哦 可惜的是 眼睛变白的时候会看不清楚 如果遇到天敌很危险 所以我要找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 再用树枝帮忙把旧皮脱下来 可是既然退皮这么危险 干嘛还要常常退皮嘛 因为要长大呀 而且退皮能换掉磨损的鳞片 还能除掉寄生虫 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 好 青蛇姐姐 那你放心的退皮吧 有我在 我会保护你的 那真是太好了 阿斯克最可爱了 怎么样 我换上这身新衣服 美不美啊 嗯 颜色更鲜艳 更翠绿了 那接下来要结婚生宝宝 应该一定没问题 你要结婚啦 恭喜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 还没呢 要等漫长的冬季过去 温暖潮湿的春天和夏天来到的时候 才是我们繁殖的好时节 到时候平常喜欢单独行动的我 就要开始忙着找另一半咯 对啊 说到配偶 公蛇母蛇看起来都很像 你们找配偶时会不会搞错啊 当然不会 我们蛇类是靠气味来辨认 不像你们是用眼睛看的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看的辨别公蛇和母蛇吗 通常公蛇的尾巴比较粗比较长 因为里面有雄性的生殖器 而母蛇没有 所以母蛇的尾巴较细短 只差那么一点点 还是很难分清楚 哎呀 别管那么多 反正我会在炎热的夏季产卵 等小蛇宝宝顺利从卵中孵化出来 你就升级变成阿斯克叔叔咯 啊 叫得这么老 我不习惯啦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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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